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两个月的时间至少一个多月是休息的 没怎么练就是体力上有点最多的就是体力上差一点 好的谢谢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综合格斗的呢 好几年前了15年吧开始综合格斗 因为之前我是三大练猫目指去三大练三大出身 因为之前刚练专业项目的时候 就是明没练专业这个这条线的时候 刚是没想过那么多 我只要还是一样三大一样比较简单 我就15年开始我就综合格斗 因为没走向职业之路 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格斗选手 所必须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比赛尊重对手尊重自己 好的感谢您受今天的采访 我们的后代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实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实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实斗